你要證明是在我這邊受傷 你不是在我這邊受傷 我怎麼能是 員工與老闆對峙 辦公室拍桌大爆粗口 越講越激動 竟是因為這名員工上工 第一天就閃到腰要離職 還說是職災 有求賠償13萬 做一天就開那個天下 他也沒醫生證明 一開口就說要 4萬5 3個月 他才做一天而已 他怎麼領4萬5 怎麼瞧就是瞧不攏 新北板橋這名游信男子 應徵貨車司機外勤送貨 需要搬中午 但是他上班第一天就說 自己因為搬於200公分高的貨箱 閃到腰沒辦法繼續做 老闆說要付醫藥費 讓他看醫生 但他不但隔天就離職 還提出13萬賠償 揚言老闆不和解不給錢 就要去檢舉提高 你原來我健保都沒有幫我幫你 就跟你說正說正義 我送你一瓶酒好了 我本來說再給他800塊 然後他說 我那瓶酒是也一樣 還是能給他 要現金不成 差點還連煙酒商 雇主的酒一起要 讓老闆又夠傻眼 拿出影片怒哄貨物 根本都是取貨商的 未及員工在班 哪來職業災害閃到腰 他既然已經受傷了 隔兩天還可以到 我們同業那邊應徵 然後我們同業的 又打電話來問我 是否有職業災害 可檢部相關事證 向老公保險局來申請認定 雇主表示 因為上工第一天 還來不及幫忙保牢健保 已經被政府罰了9萬塊 但短短工作一天 就造成職業災害嗎 這13萬的賠償 究竟合不合理 雙方調解破局 商戶提告 恐怕人得對不公堂 套共道 記者姚立長 黃玉蘭 是沒事報道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 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式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C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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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e